三把二能要时,开启投资之门 但是,理财投资也是其共同规律 我先给你出道题 一个女人怀胎十个月,可以产下一个婴儿 请问是个女人怀胎一个月,可以产下几个婴儿 赚大钱的股市投资者有一个共性一般来说 在股市摸爬滚打多年的投资者都很敬畏市场 而且从不拿过往的业绩来炫耀 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次的交易都是从零开始的 过去只是过去,而未来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知道,而过度自信会影响自己对市场的客观判断 人为的风险也会悄悄月亮 虽然不知道风险什么时候爆发,但终究会爆发 还有很多时候,投资者能够承担很大的亏损 让股进干来之后,却在赚取一点点钱后就匆匆离场 没能坚持获取更大的利润 进入资本市场 就是想通过承担风险来赚钱 而如果因为承受能力差而影响到对市场的判断 那就证明其心理素质还不够成熟 赚大钱的股市投资者有一个够幸 经历过大风大浪 心理承受能力较强 顺从市场去试 一,一个人是否可以做一个证券投资者 其必备的基本素质不是头脑聪明 死为敏锐 也不是股灵多长 知识多渊博 学历多高深 而是要有止损的勇气和决心 二,股市中赚钱很快 但亏钱也很快 而且,每次亏钱大都是在赚了钱后两两次的支持发生的 所以,安全第一 赚钱第二 不但刹车别上路 不是只损不下单 在交易前一定要先决定退出点 三,股市是一个充满机会 也充满先行的地方 一定要坚持抵御各种诱惑 放弃一些机会 三,才能抓住一些机会 如果一心追求利润最大化 最终往往是亏损最大化 四,股市不创造价值 我们财富的增值来自于对方的失误 不同的股票或同一股票 在不同阶段不能有相同的预期 出现卖出信号就立即 看对不赚钱 做对财盈利 没有成功卖出 所有利润都是纸上富贵 五,每个人都有恐惧和贪婪心理 主力针着两个此学攻击 散户却不承认自身有此毛病 主力 永远到目标 显得大智若鱼 散户有小聪明 却往往自作聪明 六,形态比策略重要 策略比技术重要 技术比运气重要 但有一点绝不重要 那就是消息 四处打探消息 把道听途说的传言作为玄固依据 最容易成为主力出逃失的牺牲品 舆论关注的股票 民罪好先暴气 七,大盘的实际走势 往往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期 自作聪明 预测大盘的顶和底是愚蠢的 行情在绝望中诞生 在由于分歧中发展 在疯狂中结束 测的调控 消息的传闻 只能隐缓它的运行速度 但改变不了它的必然趋势 八,股市有风险 但我们不要惧怕风险 而因了解风险 懂得风险 警惕风险 管理风险 控制风险 因而规定到风险 不是最大的风险 是不给我们控制风险 改正错误的机会 因此 每次成功卖出 不论是止盈还是止损 我们都要感谢机会 九,人性的弱点 永远是我们的最大敌人 恐惧 怀疑 犹豫 后悔 浮躁 侥幸 冲动 懒 幻想 掌戏 跌背 我们必须与之战斗终生 身 九段老手 不会走错简单定势 但是其胜也有出昏标的时候 因此 绝不冲动 绝不浮躁 绝不懒 绝不幻想要时刻铭记在心 敢于失败 败就败了 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 敢亏才会赢 十一 大人普遍 大人折 就是能根据时事 马上改变观念的人 并马上采取行动 君子抱变 君子不明道 君子 爱求疏可法 遇到新现实 要弄清楚逻辑后才能行动 逻辑又鸡嘴巴舌 等争出个是非 就要慢一点了 小人隔变 小人就是被外界环境逼迫改变的 三根阳线乐观起来 三根阴线就被关起来 跌一个点想抄底 跌两个点怕疼不割肉 跌五个点毕也装死 跌十个点就一刀割肉 十二 主声浪是概念和题材 集中释放的时段 没有这个基础 是不可能有第三浪的 见光死的题材 当然没有第三浪 具备第三浪的题材 都是可吵性相当难位 群众人起基础都强盛 而且高度认可 因为能做出超级主声浪的 必须是基本条件很受欢迎 可吵性是很强的 主声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有那么一种可以包吵的题材 一般会预热 测试市场人气反应 形态和配线 金线 也要调整到比较适当的阶段 在纠准爆发的时机 十三 只有当套牢区间的价差 拉开得足够大时 补仓才有意义 如果只跌百分之十 买乳并不能摊平 补多少成本 每买最多也就是 错失了一次低买家仓机会 对于人有计划而言 也不算是具什么 而同实际情况来看 一个股票会跌百分之十 可能是下跌的开始 再跌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也是很正常的 补得过早的话 会错上加错 十四 他准自己的赚钱节奏 不同的人 因为投资的 立足点不同 所以盈利的黄金月份不同 属于自己的黄金月份 必须抓住 那几个关键月份不在 还是回家 用力比较实在 这是决定整轮牛市的 关键所在 牛市光不亏还不够 还要能赚 牛市亏钱的就是 左右踩点的人 都踩错的人才会亏 不会踩就死了 多多少少都能正点 十五 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逻辑线 并不是唯一的 是有多种价值取向的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发展走向上 会有不同的侧重 这个价值取向的中心点 不是单纯为投资者而为的 越到后面越要清醒 千万别入戏太深 交易中 赢家与输家的区别 凡是进入交易的人 不论赢家还是输家 他们都有相同之处 脑子里全部是交易 非常专注于交易 不管盈亏 不管身处何地 在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一样的 在交易方面 两者都是极端主义者 那为什么有的会一直在市场里生存下去 而另一类人却亏损收场 我想可能是两类人的生活方式和信念 都是走向极端的 所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候 都比较全身心的投入到每一笔交易中 但是由于这笔交易 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 所以会导致一直错下去的原因吧 赢家的一些通病 很多人都幻想着拿一百元在市场里 可以很快赚到一千甚至是一万 而且是越快越好 追求暴力是他们进入市场的首要理由 他们不希望在场外观望 一心只想进入市场里 快速的发家致富 用意他们仅知道哪一点 可怜的基础技术技巧 或者指标类什么东西进入交易中 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注重交易策略 和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在他们眼里交易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而是关于对与错的游戏 最终结果不是输就是赢 最后就是经历了大幅度的资金缩水之后 他们开始不相信市场上 是否真的有人靠交易而生 开始换老师 换市场 换着换着就对市场说拜拜了 赢家的共同之处 他们是属于资金管理和交易策略的技术牌 对于每一笔下单都要装上层层的保护罩 因为他们忘不了之前的某笔交易 没有支损带来的重大损失 执行力深深刻进他们共同的骨子里 他们坚信自己坚持到最后一定会赚钱 策略是他们的保护环 保护着他们 不让他们做书家的那些蠢事 用不过时的短线悬骨战法 单王不破一 单阳不破的介绍 另外 我做单阳不破 一般要求20日线必须向上 其实这就满足了中线选股的标准 从我的交易经验来看 单阳不破的买点最重要 买点位置高 纵然个股越强 但是下跌空间也大 为踩大阳三分之一实体处 且有多条均线上一支撑买入时最佳 另外 单阳不破最好是处于短线虚实中 二 单阳不破需要遵循的规则 运用单阳不破 能极高概率的捕获拉伸股票 但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它不是万能的 为了规避市场潜在的风险 在运用时必须有严密的规则制约 规则一 上升放量进入 否则按并不动 可将成功率提高到80%以上 并不是所有的单阳不破形态 都会引发紧喷航行 有些在不同的趋势阶段中 有可能会产生失败 或者上升力度极其微弱 对于单阳不破而言 最后的上升时间不能脱离第九根配线 如果第九根配线一流盘整 那么在第十一根配线 开始引发趋势急速下跌可能性较大 即当涨不涨 不涨则落 可以引申为趋势没有硬时上涨 时间因果跌是即将跟来 一般在六月内拉起来较好最多不能超十天 不然就可能很久必跌 如果启动的成交量不是很充足的话 会造成声势乏力 高度有限 为了有效避免错误介入 我们将采取守住带助方式 在航行启动时间内 只有明显放量拉升 我们再立即介入 这样可以极大的避免失误 极高成功率 规则二 弱势与强势操作规则 当二时均线拐头向下时 市场处于弱势阶段 在此阶段出现的任何类似单阳不破形态 都要尽量离开 一些不能恪守规则一的投资者 在此操作容易出现较大错误 实际上在此阶段出现的单阳不破 可以限组合形态 或者被市场的最后时刻破坏掉 或者预期难涨 市场缺乏的是生长的动力 时间一过 跌势自然到来 当二时均线向上拐头 并且向上持续延伸 市场进入强势阶段 在此阶段出现的单阳不破 可以限组合时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规则 一步或阶段升势 三 案例分析 一 强势型单阳不破 特征 二 稳健型单阳不破 三 弱势型单阳不破 四 单阳不破优化创新 单阳不破的市场机理 是个股强势拉升前的 虚实整理阶段 那么单阳不破这种走势 最好的介入判具 单阳不破加倍量住拉升 下图中可以看出 单阳不破后续事整理 随后被量住拉升 行情启动 五 单阳不破旋骨 注意事项 现在单阳不破形态 几乎成了技术股民的潮食 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甚至胡乱套用 前几天一位股友留言问我 在使用单阳不破时就遇到了问题 现在很多股票单阳不破形态都不涨反跌 我提醒他现在目前市场处于弱势之中 所以不遗用 单阳不破K线 之所以能到八号市长市 是因为六到八行为周期 密码加强式角度 却在心理预期加人气强度 这是一个最根本基础 时间与角度我就不用解释了 现在大家都懂的 心理预期是什么概念呢 是投资者的行情上升空间最基本预期 也是单阳不破形态的伸展空间 这个又会受到信心氛围的影响 比如在整体下跌 弱势之中市场信心疲软 对反弹行情空间往往预期过于悲观 即使这只股票已经跌幅很深 相反在信心开始恢复后 对上升高度的预期空间就会放大 并且股票不同 人们对其上升空间的预期也不同 这些都取决于股票自身因素 人们不看好的股票 预期上涨空间往往会很低 而看好的就会扩展上升的预期空间 并且同样一只股票 随着上升其预期空间也会缩水 涨到了一定幅度时 预期空间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出现单阳不破 但是有爆发却没有伸展的能力了 人气强度代表投资者关注程度 也决定着单阳不破的爆发能力 一直不守关注的股票 或者交易不活跃的股票 往往会在爆发时缺少资金热捧 即使有很高的预期空间 但是缺乏扩展动力 上升会呈现极小不易回头的格局 所以通常缺乏的人气时机 并且在单阳不破形态当中 要紧防大成交量压头格局 比如在横盘格局 被前面一根成交量非常大的K线压制 说明短期追找者被套制多 会造成心理压力 终而收盘不破被压制的K线高点 就会导致割肉盘出现而下跌 同样在多头市场中形成的单阳不破 周线稳定程度高于日线 心理阅气越高加人气越活跃的股票 其涨幅会远远高于心理阅气 低加人气不活跃的股票 并且在上升行情连续出现大幅度磁波之后 往往市场人气要出现大幅衰落 日线单阳不破非常不可靠 并且在牛市中后期 指数开始呈现不稳正当时 个股已经涨幅甚高 这时日线单阳不破形态可靠性就非常低了 如果股市处于一般力度上升之中 每隔期到八周上升市场 就会有一个大幅回落 刚好处于这个临界周期时 个股出现日线级别单阳不破非常不稳定 毕竟胳膊是拧不过指数这个大腿的 而周线级别的单阳不破就变得可靠起来 而单阳不破的买入原则 可以有多种方案 其中有一种方案 可以参考指数波动买入 比如指数上升回调 个股出现单阳不破 这个时候要定习指数分式控盘均线 指数的回调周期 一般都是六到八左右 刚好和单阳不破周期相同 所以当指数回调 结数开始上 破分式控盘均线时 往往是个股单阳不破 会被市场人气热增起来造成拉升 并且还有一招在多头环境中 日线MACD出现底部金叉 之后日线出现单阳不破 这种情况下 我不多说 你自己琢磨 还有很多应对策略 等以后有空会给大家详细分析 量价关系买卖股票 大量突破就跟进 我们拿近期的中心通讯举例 股价在前期已放量的阳线 突破前期将起的压力 筹码风低位集中 说明股价主声望的空间被打开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股价一路的飙升 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 有个股市以方辽阳线突破平台压力的话 记得多关注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案例为新石化不就是这样选出来的吗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作用 二地位放量就要跟 跟错也要跟 地位放量是好事 通常是资金介入吸筹 主力是盘的迹象 看抛压的大小 后期上涨概率大 来最近的龙华节能举例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关注到这票 就是因为股价已经从11块跌到5块钱 在5块钱附近成交量开始一路放大 在这个地位是很典型的主力资金开始介入 要不然散户是没有能力有这么大的成交量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在最近重新不断上移 不断收益也是非常不错 三高位无量就要拿 拿错也要拿 高位指的是股价处于或接近历史高位 高位无量横盘走势 是典型的上涨中继形态 此事不宜轻易出局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高位横盘时 成交量萎缩严重 而且往往是上涨 有量下跌无量 到最后能够打破平衡在度下上时 我们才能真正确定新的航行又来了 大家看孔特精密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国家在前期放量拉升翻倍上涨 随后在高位无量盘整 要只知道如此缩量的情况主力是根本没有空间出货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洗盘一段时间主力在度下上拉升 讲完满入信号的 我们再来讲观望和卖出的 这也同样重要 避免我们买在不该买的地方 四 地位无量就要等 等错也要等 无量是因为主力还未做好拉升准备 不断在吸取地位的大量筹码 一旦吸筹差不多 会进行拉升 当股价放量就是大幅拉升的时候 我们来看漫步者就是最好的例子 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关注不要下手 就是因为成交量没放大 也没突破相提压力 你不知道主力要在低位横盘震到吸筹几个月 可能拿三个月都不见长 我们何不等放量突破再进入 五 高位放量至少就要跑 跑错也要跑 个股经历一波较大涨幅后 股价已经处于高位 但成交量不断增加 股价却一直停滞不前 表明此时已经出现高位量增加平的现象 大概率是主力开始出货 说明获利盘套现锁定利润的意愿已非常坚决 投资者应该及时离场 前期的老妖股这种股贩 在第一波拉升之后 第二波反弹成交量创新高 但是股价却没怎么涨 反而在高位震荡 典型的主力出货 随后我们看到股价一路因跌套牢不少股民 六 高位量下背离 该出就出 个股经历一波脚大涨幅后 股价已经处于高位 股价继续向上拉升 但是成交量却没有继续放大 反而不断萎缩 充分表明股价上工的动能已经被消化 就像汽车油箱坚定一样 这时候坚决卖出不要犹豫 拿西部建设举例 三月份一波上涨 股价在高位缓慢拉圈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不断萎缩很典型的量 那要备离这时后我们就要注意规避风险了 还有两种特殊的量价关系 在涨跌停板制度下 股票的第一个无量跌停 后市仍将继续跌停 直到了由大量出现才能反弹或反转 同理 股票的第一个无量涨停 后市仍将继续涨停 直到了由大量出现才能回荡或反转 这是A股的特色 我们都说放量上涨缩量调整健康 但是两种极端我们是要注意的 跌停我就不多说基本不会买 主要说缩量涨停 去年如天花操作的案例 9月30号这一天股价在前一天涨停后继续涨停 并且表现出缩量涨停的强势形态 缩量涨停就是卖出的人少 持仓的人都十分稀愁 所以在下一个交易日 果断集合竞价挂上停买入 当时也是有朋友连续收获几个涨停版 像昨天缩量涨停的两面针 今天也是高开表现还不错 千万不要把交易的运气 当作交易的能力交易的要点 不是让自己坚决的相信自己对市场的感觉 而是让自己坚决的用执行规则来抵制对市场的感觉 可能大家会说要是这样的话该怎么解释盘感 很多优秀的交易员就是在靠盘感交易啊 就算这是真的 你能确定你是属于那天赋异禀的少数人吗 盘感在大部分情形下约等于运气 而无论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把运气当作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当你硬着头皮把一笔亏损扛回来 甚至货币出场的时候 真的不是因为你水平有多高 而仅仅是因为你这一次运气好 当你看的时候你恰好扛在了震荡上 市场不会一直震荡 所以只要一直扛单 就早晚有抗不回来的那一次 区别仅仅是时间早晚 运气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改变人生的某个阶段 但是改变不了整个一生 你可以中一次大乐透 不是没有可能一辈子靠中大乐透是香的喝辣的 与交易而言 偶尔的一次运气 应该会让你下次交易更加谨慎和谦虚才对 没有人可以操控市场 也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 所有盈利的交易 也仅仅是恰好跟市场走势同步了而已 同步能赚钱 跟不上步伐就要亏钱 所以交易的最终目的 也就变成了 怎么样与市场保持同步 技术分析解决不了盈亏的问题 因为并无常把水无常行 任何教科书的最终极作用 就在于城市化的紧获 最终效果怎么样取决于不同交易者 在城市化解惑中 能否得到属于自己的解体能力 这才是交易的能力 人性不变 历史轮回 对于交易本质的追寻 到最后无怪乎还是一个物质 股市交易 五大铁律 认识风险 股市不是提款计 赚钱的时候也可能蕴藏着巨大的陷阱 辛辛苦苦几个月 可能会因为一次风险失足而以败途地 俗话说 一银两平七亏 这是统计出来的数据 也是真实存在的 而如果要做到一银或者两平 都是需要将风险防范做到外 它比盈利更重要 在金融市场中 即使做得好的投资者 其交易失败的概率也是很高的 特别是成功的投资者 如果在某一个阶段获取了成功 而不尊重市场 防范风险 因而不能躲过大的下跌 或者股灾而最终失败 拒绝冲动交易 建仓前需要制定严格的操作计划 设置好止损点和却有时间 如果没有到买点和目标价格不能出手 买入卖出都需要严格按照计划形式 且既不能冲动买入 冲动买入买入后会不知所措 但是我们中有多少人会提前复盘 做好交易计划呢 做好计划之后 又有多少人会按照计划形式呢 这需要我们在做交易之前 花时间花精力去做出预判 大盘主跌时空仓 在中国牛短熊场 正道才是常态 大盘主跌必须规避空仓 必须规避大盘主跌的风险 这需要大盘有大局观良好的判断 大部分股民都难以克制交易的冲动 更不用讲长时间的空仓 而真正的高手 大部分事件都是空仓或者清仓的 老股民会对过去的几次股债利率赞目 只有空仓才能躲避暴跌 必须获利 当天接入但是亏损 意味着你对走势的判断对错误的 次日观察走势需要及时出局 很多股民朋友 慢入亏损就等着反弹 结果越套越深 次日 走势变坏 必须出局 这就要求大家做到上面亮点 拒绝冲动交易 大盘主跌时空仓 如果一笔交易不能获利 损失的不只是资金的时间成本 保本第一 如果手中的持仓还在盈利 需要在盈利转亏损的时候 及时的保本出局 永远要记住投资中保住本金是第一位的 出局后 如果该股出现好的买点依然可以满入 从盈利到危亏到套牢 你就会悔恨不已 且必将错过下一次机会 只要市场不关门 机会天天有 没转或者少转不要紧 亏欠了 可就难受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 你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